第六百九十一章 寻寻觅觅自己到 要走出自己的道 所要经历的困难 无疑会比普通人多得多 而且是没有前人经验能够指点的 仅凭这一点就知道 这子母河里的这个魔王 不是等先之辈 难怪他会不甘 这魔王的不甘 并不是对生命的眷念 而是对于自己道的渴望 他要完善自己的道 就要经历更多的东西 拘泥于子母河这个小地方 无疑会对他完善道 有影响 这个道理千浩轩是深有体会的 他入红尘的时候 就是借助三千红尘情欲来修炼 最终突破 可以说 对于道的理解也十分的深刻 这方天地 这方红尘世俗 是魔力道的最好的地方 忽记森冷的子母河里 始终太狭小 禁锢了道心 好 我同意你的请求 秦浩轩点了点头 知道了这 面前的老魔王的来历 对于他这一方 仙魔遗迹中的机缘 更加增添了几分兴趣 区区一个子母河里 就有这么多的魔物 还诞生了这么强的魔王 这里的非凡 恐怕并不比决仙毒蛊 迅速多少 口说无凭 你总要拿些东西做抵押才行 不然我放你过去 你多了机缘 若是反悔不帮忙 本处并无十足的成算将你扣下 那老魔王直接将自己的心思 和盘托出 秦浩轩并未意外 只是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前辈让我拿什么做抵押呢 我要他做抵押 老魔王身影飘忽 这时候出现在了传弦边 居高临下的一只百丈之外 那廖超凡等人 秦浩轩跟老魔王的对话 声音隆隆 直接将子母和方圆百里内的波涛 全都盖了过去 他们的对话 当然也被廖超凡等人 听得一清二楚 现在一看到老魔王指向自己这边 廖超完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我 他可不想被抵押在这儿啊 这时候就听到身边 传了一个清冷而坚定的声音 好 我留在这儿 说话的人正是青红仙子 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 廖超凡这个时候暗自舒了一口气 刚才他还真是自作多情了 想想看 清红仙子实力比他高出那么多 又得钱好宣的看中 老魔王要找人抵押在这里 也一定是清红仙子 不会是他呀 清红仙子 万万不可以答应啊 这里凶险 你被扣押在这儿 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那无独教的独眼长老红忠声音凝重 他这话里有些私心 他早就看出来了 这清红仙子跟秦浩轩 就是队伍里面的核心凝聚力 如果少了清红仙子 他们即便是过了紫木河 恐怕也会遭遇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 而且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担心 一些金玉殿的弟子 这个时候也陆续地赶了过来 听到清红仙子的话 无不大惊失色 师姐 不能啊 你若是被扣押在这里 那我们倒下怎么办呢 对啊 师姐 我们不过河了 我们回去 绝不能让师姐犯险 一些金玉殿弟子 群情汹涌起来 前辈 秦浩轩抱拳拱手道 他并非晚辈的道理 他留下来对晚辈来说 并不能增加太多的挂念 魔道里轻轻地摆动着食指说道 本座只是知道一件事情 此间中人 若说还会有谁让你有些牵挂 唯有此人了 秦浩轩沉默 清红莲对自己颇多照顾 的确是一位值得结交的道友 有天骄之姿 却无天骄之傲慢 至少对自己是如此 那便足够了 只是将清红莲压在此地 前方路途凶险 自己若是陨落其中 岂不是害了对方 清红莲见秦浩轩沉默不语 心头没来由地急速跳动了起来 这跳动的心中隐隐地 还涌现出了几分甜甜的味道 虽然很多人口口声声地说 担心自己 也或许真的有不少 是担心的 但是唯有秦浩轩的沉默 让他感觉对方这种担心 很甜 很暖 前辈 能不能换个东西 我身上还有不少宝物 秦浩轩打算 开启讨价还价模式 行说过 模一般来说 都是可以直接做买卖的 这些人 包括你身上的东西 老夫还是 感觉把这个女人留在这里 你才会回来 刚刚我看到过 你在救那帮人的时候 这女人用毒药控制的那帮人 却把解药给了你 这就显示 你们之间肯定是互相信人 很有默契 你们的关系 可不简单呢 听到这里 秦浩轩哭笑不得 他知道 这些话 青红仙子也一定听到了 目光不由得 暗自又瞥向了青红仙子一眼 赫然发现 青红仙子面色平静 跟没事人一样 他心里不由得 暗自松了一口气 只是他没有看到 青红仙子耳根浮现出了一抹 火烧的红韵 廖超凡则神情古怪 跟便秘似的 一会儿看看秦浩轩 一会儿看看青红仙子 眼神里有一丝嫉妒 前辈 方才发生的事情 离这里 足有百里 你怎么看到的 秦浩轩一边找着话题聊天 一边快速地思考对策 尽量不要让青红仙 留在这危险境地 老魔王淡然一笑 只要在我这片疆域里 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逃不过我的感知 秦浩轩无语 这老魔王话说得太简单了 老魔王又继续地缓缓说道 其实你们要去那个地方 仅仅是这个河中的大岛 并非是你们想象中的陆地 前行的时候你小心点 这母河里我所知道的 就有九条魔器修炼成了魔王 包括我自己 有的魔王生性粗暴 根本就不想离开这里 见人便杀 不过那家伙现在还在沉睡 总之你们都小心点 最好不要惊醒那些魔王 说到这里 老魔王顿了顿 拿出了一枚戒指和一方古铜色的令牌 那戒指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 上面铺满了斑驳的皱烟 很是诡异 那令牌散发着淡淡的黑光 周围的任何光线靠近 都会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也是很诡异 这母河浩荡 不亚于海洋 十分的凶险 你戴上这戒指 就能不受这河水的天人武衰干扰 我也不想看着你死 这令牌也给你 你用它能够调动一些水魔物 对你的前行总是有些好处的 且好轩听老魔王所说更为头疼 此令牌戒指看似好东西 实际上 这不就是监视自己的魔物吗 他接过令牌仔细磨缩 能够感觉到上面洋溢出神秘的力量 还有那丝丝缕缕的老魔王的气息 秦浩轩脸上神情认真 盯着眼睛的老魔王 我是第几个得到这东西的 老魔王的眼睛闪烁着意外的神色 没有想到秦浩轩看上去年轻 居然也不是个好糊弄的人 十分的精明 而且也十分的敏锐 居然只是从这令牌和戒指 就能判断得出 他不是第一个被托付的人 面对聪明人 遮遮掩掩掩无疑很蠢 老魔王嘴角露出了笑容 坦然地说道 其实本作也不记得你是第几个了 从前接受我戒指和令牌的人都失败了 没有一个回来的 他们都很出色了 秦浩轩沉声道 从这老魔王的话里 他就能嗅到一丝可怖的凶险 我昔日挑选的人中都是一方天骄 都很出色 但是他们上了岛就没再回来过 老魔王淡然地说 声音里有着别样的意味 秦浩轩不再问了 人影一个闪烁 重新地回到了青红仙子等人的面前 廖超凡和红忠等人 看向秦浩轩的目光已经变了 很是谨慎 刚才老魔王的话 他们听的是一清二楚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这个仙魔遗迹 竟然在很多年前就被人发现过 而且还不止一批人 所以老魔王才能够 数次选择天骄 进入那个神秘凶险的岛屿 但是这些人进入仙魔遗迹 肯定都陨落了 没人能够回来 不然也不会过去这么久 外界都没有一丁点 这仙魔遗迹的信息 就连强如秦浩轩那样 被老魔王挑选的天骄 有数人陨落在那个岛屿里 上那里寻找大机缘 绝对是九死一生的事 秦浩轩连看都没看廖超凡等人一眼 目光只是望向青红仙子 你暂时就留在这儿 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他跟青红仙子的关系 在这一刻陡然间变得微妙 虽然名义上他是青红仙子找的朋友 但是青红仙子为他做的一些事 却远不止朋友这么简单 秦浩轩有一种感觉 此次事件之后 若双方都没有死掉 或许可以自称为同行那样的兄弟之情 青红仙子也有一种感觉 此次事情之后 双方若是未死 自己心中可能便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人了 我在此等你 青红仙子声音罕见的温柔 听得其他人都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一句我在此地等你 怎么那般像女人 在对要出远门的情郎说的话 好 秦浩轩送出三张神行符 若有危险 用他保命 老魔王咳嗽一声又说 后面旅途凶险 你们在河上跳跃行径 速度既慢又险 我再送你们一艘黑船 这样你们走得会快上很多 老魔王的话也缓慢 在滔滔的子母河上缓缓地流淌 那些远远跟在青红仙子身后的人 不敢靠近金旭殿的弟子等人 将老魔王和秦浩轩的话 一次不漏地听在了耳里 一个个面色难看 听老魔王的话 去那有大机缘的什么 岛屿寻找大机缘 绝对是九死一生的事 不少人心里已经打了退堂鼓 毕竟来时众人都是听说 这里有大机缘 一个个都被那飘渺的机缘所利用 才巴巴地赶来 现在子母和尚经历凶险 几次私利逃生 众人才知道这里很艰险 纵然能够得到机缘 恐怕也要拿命去换 如今大魔王的口气里 竟是说连秦浩轩这种强悍的变态 都极有可能陨落 很多弟子当然心寒了 比起那些大机缘 还有命享福才是 金旭殿的弟子还好 毕竟有青红仙子和宗汉带队不敢跑 无独教的人 因为解药在秦浩轩的身上 性命相关也不敢跑 奔雷居的弟子却是起了心思 嗖嗖嗖 几个弟子低头窃窃私语一番 转身就像来时的入口逃去 刚掠出石掌远 落在一方巨石上 河流裂开 翻腾出几个魔物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张开血盆大口 将几个弟子挨个扑倒 咯蹦咯蹦 一阵阵渗人的咀嚼声音 伴随着那些奔雷居弟子的惨叫 回荡在子母河的上空 本来某些想要打退堂鼓的弟子 看到这一幕 无不认命 哪里还有半点其他的心思 只得跟着一起前进的话 或许还有命在 起码有秦浩轩 这等人物坐镇 会安全很多 可是如果自己几个人 贸然赶回去的话 从母河到子河 尚有千里路程 这一路上魔物众多 铁定是死死无生 奔雷居弟子逃跑 被魔物吃掉的小插曲 并没有引起 秦浩轩的关注 对于他来说 人多人少都无所谓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那岛上的大机缘 然后平安地回来 前辈所说的那个岛屿 离这里有多远 秦浩轩接过了戒指 和那奇异令牌 沉声问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秦浩轩从来不打 没把握之仗 能多做一些准备 总是会有好处的 那个岛叫坠仙岛 在子母河东北方向 尚有千里之遥 老魔王仔细地回答 秦浩轩又问了几个问题 老魔王并没有不耐反 反而一一解答 对于秦浩轩的细心 十分地欣赏 只有珍惜自己生命的人 才会越加小心谨慎 也能够提高生存的可能性 那么前辈 走之前 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秦浩轩声音一顿 目光缓缓地从黑船之上 那些被抓住的 各派修宣者脸上扫过 这些修宣者 平时都是高高在上 各派的精英弟子 心性高傲 现在被抓 绑在了这里 日日受着折磨和羞辱 心里面羞愤无比 死的心都有了 此刻一感到 秦浩轩的目光望了过来 心中一动 一些人的目光 不由得热切了一些 少侠救命 少侠 无事枯木崖长老断德 少侠救我 原本弥漫在黑船上的声音声 一下子全被各种 急迫的求救声音取代 秦浩轩神情淡然 瞳孔里却闪过了一丝光芒 你真要救这些人 那老魔王感觉 秦浩轩的一丝异样 不禁哑然 放了他们吧 秦浩轩沉声道 语气认真 目光顺也不顺地 看着面前的老魔王 这些修仙者 还是先别折磨了 他们毕竟 是我们幽权魔员里 给幽权魔族 征战的主力 如果他们都损失在这 对于我们这里的战争 肯定是不利的 秦浩轩也不隐瞒 自己的想法 老魔王微微一震 仔细打量了秦浩轩一会儿 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笑容 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才摇了摇头说道 这种时刻 居然还能够想着 幽权魔员里的大局 你小子倒是不错啊 我真没看错人 你这样的人 或许真的有可能 登上那座坠仙岛 得到大机缘而不死 老魔王冲着一杆魔将说道 都将人放了吧 他这话说得倒是不错 秦浩轩确实是大局着想 毕竟现在人族在幽权魔渊 对抗幽权魔族 也只是堪堪跟幽权魔族平分秋色 如果死了这么一批生力军的话 对于人族的战力是有些影响的 即便这些影响十分的细微 秦浩轩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人族在幽权魔渊的战局 虽然千年来一直平稳 但是如果万一有什么闪失 让幽权魔族真的是冲了进来 那就是一场大浩劫 老魔王的话 那些魔将哪敢不听 巴搭巴搭的一声声清脆断裂声音 那些被禁锢的各派修仙者 纷纷恢复了自由 心中欢喜难言 许多人甚至跪在了地上 感觉到了自由的滋味嚎啕大哭 多谢恩公大救 我孤山派悬夜 莫齿难忘恩公恩德 恩公鼓道热肠 我他日毕竟节草闲还报答恩公 恩公 清风剧一定不会忘记 你今日再造之恩 一时之间群情汹涌 获救的众位修仙者围拢了钱浩轩 声音真挚的感恩 赶尽的目光 凝在秦浩轩的身上 浓烈的热情 仿佛连人都快融化掉了 这个恩情大了呀 秦浩轩此次又给太初 结了不少善缘 仙娘竟第一人果然是不简单 这秦浩轩心机好重啊 收买人心可真在行 金旭殿奔雷居的弟子 看到这一幕 有人心生佩服 有人则是心中嫉妒 廖超凡更是嫉妒无比 心情欲竭 一想到要跟秦浩轩继续前行 就更加不痛快 清红仙子立在巨石上 看到秦浩轩 被一群刚刚救货的修仙者围拢 保恩感激的话不绝于耳 嘴角不禁 溢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就凭今天秦浩轩的 施下这么多恩惠 日后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这起码是数十个门派的精英弟子 就算这些弟子平时为了报恩 送秦浩轩一些情报 那也是取之不尽的财富 现在人也放了 你赶紧上路吧 老魔王做事情不含糊 直接催促秦浩轩 刚刚获得自由的修仙者 有报恩的心切 虽然知道前途危险 但还是向秦浩轩自告费勇 要求同行 多一个人当然多一份力量 而且秦浩轩丝毫不怀疑 这些为求报恩的人 跟在身边的豪爽汉子 当然是来者不拒 嗡 老魔王的身体悬在虚空 双手须须划出了几个符文图案 轰隆的一声巨响 那符文汹涌凌厉 轰入了河流当中 只见河流里激流四射 一股股大眷窝涌起 一支有黑无比 足足百丈长的巨大漆黑战船 从水下缓缓地浮了起来 湿漉漉的船 大鼓大鼓的水从甲板上向外倾泻 一会儿便干涸了 这战船甚是古怪 甲板完全是一种 奇异的骨壳完成的 船身遍布了比金铁 还有坚韧的黑色鳞片 船身上还有神秘的符文在闪烁 显然整艘船 被奇异的防御阵法加持过 奇异的力量营绕船身 我先行一步 等我 秦浩轩冲青红仙子点了点头 认真地说道 青红仙子淡淡一笑 多多保重 心里面却是微微一颤 秦浩轩这声等我 听上去有些特别的异味 令他心里掀起了波澜 都上来吧 秦浩轩跟青红仙子 寒暄了几句面容一素 冲黑船下站着的 吴独教和奔雷居金序殿等弟子 说道 众人无奈 已经到了这儿了 再没有退路了 金序殿弟子仿佛是生离死别 纷纷地向青红仙子喊泪告别 师姐 师姐再见 声音不觉于耳 还有许多不久刚刚获救的 一些门派精英修宣者都留了下来 他们被魔王抓获多日 日日折磨 一些人几乎是都丧胆了 虽然成了秦浩轩的救命之恩 但是也不敢继续前行 这一批人就留了下来 跟着青红仙子一起 此去路途艰难 我让空空儿跟你一起去 他了解前方的水矿 许多地形也明白 一些地狱的魔物都认知他 带他去对你有好处 老魔王向秦浩轩凝声地说道 等那漆黑的战船就要开动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漆黑瘦长的身影 腾飞出了河水 带着滔天的浪花 跃上了黑船 居然是一个鱼脸鼠须 一双眼睛滴溜溜转 透着机灵劲的魔将 参见第三魔王 这魔将一出现 马上就恭敬无比地 向魔王跪了下来 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 公主魔王千秋万代 永生永寿 免礼 老魔王抬了抬手 转身向秦浩轩说道 这就是我挥下魔将空空儿 秦浩轩仔细看了那魔将空空儿几眼 这小子行应该会喜欢吧 拍马屁的能力很强嘛 魔将空空儿 在黑船之上 见惯的是修仙者被抓后的那种卑微嘴脸 此刻看到秦浩轩淡然的模样 在他心里面 这已经是严重的怠慢 心中顿时有了几分火气 鼠须在脸上一抖一抖的 人足小儿 如此怠慢 现在看在老魔王的脸面 暂时不跟你计较 等开了船再说 此时陆续已经有主动跟着秦浩轩的修仙者 飞掠上了巍峨的黑船之上 秦浩轩也跟着闪到了黑船上 一帮无毒教的人十分无奈 那独眼长老洪忠 表现得甚是积极 第一个从金序殿的众人当中跃上了船 随后无毒教的人纷纷跟上 第二批积极上传的 则是金序殿的弟子 他们跟着秦浩轩 进入这片仙魔遗迹的时间最长 对于秦浩轩的实力最有信心 而且秦浩轩是青红仙子请来的帮手 青红仙子在一帮金序殿弟子心中地位慎龙 为了青红仙子 他们也要继续努力 去寻找大机缘 奔雷居的弟子 则是一个个神情恍然 包括廖超凡在内 都心血不宁 只是硬着头皮飞跃上了船只 等众人全部上船之后 只见那魔将大吼了一声 开船了 第693章 自作念来不可活 黑船上的阵法闪瘦 劈开滚滚波涛 向远方急驰而去 飞溅起大鼓大鼓的白目 秦浩轩静静地立在船头 看着青红仙子站在那黑船上心肠的身影 心情有种莫名其妙的滋味 我一定会回来的 心里默默地念了一声 兴师的和风当中 黑船阴晕光芒一路前行 空空而舒服地伸展了一个懒腰 一屁股坐在黑船中央的兽皮椅上 你 你过来 给大爷我按按肩膀 吹吹腿 他毫不客气地向两个刚刚 得了解脱 主动请应跟随秦浩轩的修仙者说道 那两个修仙者微微一愣 脸色仗得通红 他们刚刚从这群魔物手中逃生不久 还心有余悸 对于空空而的这种魔物仍有畏惧 想要上前 却又向秦浩轩看去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 第三魔王派本座来指点你们 是你们的福气 怎么 给我揉揉腿就委屈了你们不常 空空而见那两个修仙者犹豫 声音大了几分 秦浩轩在旁边皱着眉头 这空空而的坐派 除了没有行长的好看之外 坐派倒是跟行有着不少相似 若是行在此地 怕是少不了上前将其一顿胖揍 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吧 秦浩轩也没多说什么 继续拿出那有纯阳先王气息的单点 静下心来仔细观看 那个谁 去底舱给驱动镇弄一些零食 快没零食烧了 你们几个别愣着呀 观察四周情景 这里面虽然是我家魔王的地盘 还是有其他的势力 萧小会潜入的都小心点 都在干嘛呢 勤快点把甲板擦了 我家魔王大人赐予的战船 你们这帮蠢货 怎么这么不珍惜呢 弄脏了小心的狗腿 空空儿在上面邀五贺六 颇为神奇的指挥着 一时间鸡飞狗跳 众人不得安宁 陡然之间空空儿赫然看到 黑船上众人都在忙碌 唯有一个人在悠闲地看书 那人正是老魔王交代过 赐予了戒指和令牌的人 身份颇为特殊 这家伙似乎很讨大魔王的欣赏 看着秦浩轩若无其事的模样 空空儿不知怎么的 心里隐约的有一些不悦 他是老魔王派来的 心里面自然感觉自己 便是这黑船之主 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威信 也要让面前这小子知道 这黑船上究竟谁 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那个谁 虽然知道秦浩轩的名字 空空儿也假装不知 冲秦浩轩慢声道 别看你那个什么狗屁输了 赶紧起来 好像你身法不错 下船去前方打探打探情况 随意的向秦浩轩呵斥 就像是呵斥自己阿猫阿狗一样 秦浩轩端坐不动 没有听到空空儿的话 目光依旧凝聚在手中的骨骑上 空空儿怒了 这还了得 老子的话你敢不听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谁是老大 别以为老魔王对你好言相待 你就能放肆 老子今天给点颜色瞧瞧 空空儿冲秦浩轩大步走去 鼠须一抖一抖的 尚未到秦浩轩的面前 那地上的黑发青年就陡然不见了 下一刻他感到背后 升起了一股凛然的如刀的气息 森然锐利 空空儿 吓了一跳 无比迅速地跳出几步 向身后望去 就看到秦浩轩脸色阴郁地站在他的身后 抬起了手掌 他心中发寒 又向身后跃了十来丈远 那秦浩轩却如复古之躯 根本就甩不掉 依旧是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啪的一声催响 灵力响亮的耳光 在黑船上空回答 空空儿虽然皮糙肉厚 挨了这一巴掌 却像是被千斤的锯锤锤中 脑子一阵嗡嗡作响 飞出了十几丈外 砰砰打了两个滚 才狼狈地止住去尸 空空儿打了个滚爬了起来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向秦浩轩 心中既惊又怒 他在黑船上 向来是那些修仙者为蝼蚁 想怎么去折磨就怎么折磨 这一次若不是大魔王下令 他根本就不会跟这群人上黑船 没想到居然还挨打了 可刚才他根本连齐浩轩 是如何出手的也没看清 这黑发青年的耳光力量之大 也令他惊惧 你 你敢打我 烦了天了你 你不知道我是老魔王派来的吗 话音刚落 面前人影一闪 呼啸声音再次响起 啪的一声催响 这一巴掌比刚才那一巴掌还要沉重 呼啸如雷 空空儿一下子嘴角鲜血飞溅 愣在了原地 你应该感觉自己运气很好 若是行在此地 你这般要五喝六 浑身上下断的可不止一根骨头 秦浩轩话语冰冷 整个人气势暴涨 那雄魂的气势仿佛山月 一下压在空空儿的心上 空空儿浑身一战 不知道为什么内心生起了莫名的畏惧 这一种恐惧纯粹是肉身的直觉的反应 这人类青年很强大 他身上的杀气是真的 他想杀我 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 空空而知感觉菊花一紧 连滚带爬 一口气跑出百战开外 他站立堪比仙妙境四十九夜巅峰 气血雄旺 这一跑开也算是电光火石 异常迅捷 但是他很快就停住了脚步 面前一丈远处 那秦浩勋不知什么时候 鬼魅般的出现在他眼前 开天斩 耀眼的剑芒从血肉当中钻出 撕裂十方 散发出滚滚的凶焰 太医火道 火焰里面溢散出很多的火莲般的奇景 追着空空儿一路乱烧 火力焚天 土牢笼水月刀 各种雄魂灵法层出不穷 直接在空空儿的身上炸开 原本空空儿自欲实力非凡 可是面前的秦浩轩身影闪烁 肉眼根本捕捉不到他的方向 如海如潮的灵法涌上 一瞬间空空儿的惨叫声连绵不绝 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还手之力 这倒霉催的 居然敢去惹秦浩轩 自作孽不可活呀 果然是恶人含蓄恶人魔 看到这一幕黑船上的众修仙者都是精神为之一阵 空空儿哭蝶喊娘的声音 在一些修仙者的耳朵里无异于仙音 心情舒畅逾越 一会儿空空儿被打得满头是包 就像头上长出了几个角 没天理他真的敢打我 空空儿精俊地看着面前的秦浩轩 脸上乌气骂黑 像是烤鱼似的 刚被太医到火灵法烧出的肉香味 依旧在身上缭绕 老祖让你来 只是让你做个向导 做个苦力 如果你不自觉的话 哼 我不建议把你搭卸八块 去喂那些魔物 秦浩轩声音淡然 手里依旧捧着那本古迹 没正眼看空空儿一眼 空空儿脖子一缩 暗自打了个寒颤 面前的秦浩轩杀了那么多魔物 杀气十足 他当然相信面前这个家伙 绝对会说到做到 小命面前 空空儿脸上浮现出了谄媚的笑容 嘿 秦老大 你别太生气 小的刚才也是一时糊涂 现在被大哥打醒了 小人懂得怎么做了 空空儿瞬间展现出了极其优秀的 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能耐 马上换了个嘴脸 妈 这空空儿真是贱骨头 不打不舒服 不少修行者看到这一幕 心头大呼痛快 被秦浩轩殴打 外加威胁了一顿 空空儿的思想转变得十分迅速 从享乐人生迅速变成了服务大众 对秦浩轩俯手贴耳十分的顺从 不时还会跳下黑船探测前方的情况 一路上有了空空儿这个子母河上的土著作向导 航程顺利了很多 纵然有着一些不起眼的魔物跳出水面 空空儿一露面 那些魔物便吓得落荒而逃 他们可都是认识那些魔王坐下的马匹鲸 空空儿 子母河的魔物根本就不敢招准那老魔王的魔 行了大半天 子母河上依旧是烟波浩苗 巨大的黑船上一直都没有遇到险要的状况 许多人浮躁的心思都安静了下来 打坐的打坐 修炼的修炼 清洗甲板的清洗甲板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秦浩玄的身边 开始有些热闹 那空空儿被暴打了一顿之后 彻底洗心革面 重新作怪 给秦浩玄端茶送水 嘘寒问暖 甚至啊 杂耍豆乐 秦浩玄不胜其烦 又抓住其暴打了一顿 空空儿彻底安静了 乖乖做自己该做的分内之事 报 前方有情况 子母河上 空空儿猛地跳了出来 激起了阵阵水花 湿漉漉地跃上了黑船 什么情况 秦浩玄立刻站了起来 宁身问道 前面有几艘大船 空空儿郑重其事 听了这话 黑船上的众修仙者 顿时如临大敌 纷纷戒备起来 无独教的一些人 都掏出了各种 腥臭的魔虫 看上去十分悚然 这条子母河上 只要进来的人 不是队友便是敌人 毕竟都是奔着大机缘而去 只要是上了岛屿 为了寻得那机缘 恐怕都是一场腥风血雨 厮杀逃脱不了 许多人都有了心理准备 加大零食投放 战船开足速度 秦浩玄一声令下 黑船乘风破浪 轰轰隆隆地向前方驶去 渐渐地 一片雾矮当中 秦浩玄依稀看到了 前方舰队的轮廓 足足有四艘如山般的战舰 洋溢着一波波浮纹灵光 在河流上 劈波斩浪 每一艘战舰的舰手上 都树立了一面不同的旗帜 有青天旗 有玄月旗 还有一束 七雁如血的红色大旗 最后一艘战船上的战旗 十分的旗艺 居然是一只森然的毒眼 看上去颇为可怖 每一艘战舰上 都有着数百精英弟子在运作 这些弟子动作整介化一 掌舵的掌舵 布置灵阵的布置灵阵 虽然足足有几百人 但是一个个都沉默不言 像是山石一样 沉浸之中 有种别样的力量感 不时有魔物跳出水面 试图冲上黑船 但是都被那守在船舰上的精英弟子 给截阵击落下去了 轰隆的一声 流水飞舰的声音 在河流上不绝于耳 这四艘战舰 彼此间默契配合 娴熟动作如一 共同进退 已经是一个森然的舰队 第六百九十四章 骂街也是一门艺术 天机门 玄月门 东离轿 还有个比无独轿更邪门的虚空坊 秦浩轩神情认真 看着面前的四个森然巨见 嘴里喃喃 果然是大派的底蕴 太初教跟这些大派比起来远远不如 秦浩轩心中暗蠢 不过旋即嘴角溢出了一个淡然的笑容 这虚空坊都来了 一些无独轿弟子 看到独眼战旗 脸色正中 四个万载大轿 这都是大派中的大派呀 金徐殿阵营里 有弟子惊叹 这四个轿派看样子 是联合到一起去了 还真是吓人呢 如果是跟四大万载大轿 发生了冲突 那肯定会被撕成碎片 廖朝凡心惊胆战地想 只要进入这片仙魔遗迹 里面只有利益 没有朋友 在这里面 不但要与魔物战斗 更要与那些 有相同目标的 其他的万载大轿战斗 如果只是 对付单独的一个万载大轿 众人还没怎么担心 但是现在 看到四个超强的万载大轿联盟 许多人的心就悬了起来 完全没有一点的底 秦堂主 还是请绕一下吧 洪忠坐到了秦浩轩的身边 低声剑一刀 秦浩轩明显可以感觉到 众人心中的那份不安 眉头微皱 大战未起 士气就如此低下 如果真的碰到大战 这样必输无疑 秦浩轩一念至此 眼睛里闪过一丝寒芒 抬起一只右手 向母子和前方挥去 加速前进 简短的四个字后 黑色战舰上的一杆修仙者 顿时心中一紧 几个无独教的弟子 连忙给那驱动黑船的 灵阵添加灵石 哄哄哄 黑船中的驱动法阵 在吃掉大量灵石之后 速度再次提高了一节 稍微绕了方向 向前方快速行进 弦阅门的四个万载大轿 在所在的战船上 各派精英弟子 有条不紊的添加灵石 一些烙印在 船上的攻击阵法 不停地轰鸣 爆射出如水桶粗的火焰箭尸 将一个个试图 冲上战船的魔物轰下去 这些战船都很庞大 湿水极深 而且子母河水 水流怪异 潜流众多 对于行驶并不利 虽然加入了大量灵石 努力驱动船只 依旧没能达到 战船所能够有的最高速 嗯 玄阅门的战船上 端坐在高位的 静静修行的长发男子 陡然间睁开了眼睛 目光赫然间看到了 那高速向前冲去的黑色战船 漆黑的流线的船体 怪异的林甲 还有那奇异的驱动阵法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同寻常 最为奇特的是 那黑色战船上 一路上竟没有魔物 跳出来扑杀 很是怪异 行船的速度 比他们所在的船只 只快了不少 这长发男子 瞳孔微缩 里面闪烁出了一丝寒芒 金旭殿 还有奔雷居 哦 还有无独教的人也在一起 三派联盟嘛 不过只有一艘船 这比我们四大万载大教联盟 差远了 不够看的呀 不过这船倒是个好东西 长发男子嘴里喃喃道 他猛地站了起来 向其他的三大战舰 打了个手势 其他的三个战舰上 各个门派的领军人物 都注意到了 秦浩轩所在的奇异怪船 都心里暗自起了心思 现在 一收到玄院门的长发男子的信号 其他三艘战船 马上 行动了起来 所有弟子都一起动作 大量的灵石 被投进了战船驱动阵法当中 轰轰轰 四艘战船分为四个方向 陡然间玛丽家族 在秦浩轩等人所在的 黑色战船经过的时候 分成四个方向 开始向着黑船包围过去 青红仙则可在船上 彼人玄阅门石秀明 还请出来叙叙 彼人天机门徐元甲 彼人东里叫激光机 彼人虚空访 神武商 四艘战船上 一旗声音朗朗 如同闷雷滚滚 在河流的奔腾中 一字不漏地 传入了黑船所在的地方 秦浩轩所在的黑船上 已经是乱得鸡飞狗跳了 众人都发现了 四艘战船的企图 分明是想要将自己这等人 将黑色战舰包饺子 如果仅仅只是面对一个万载大教的战船 众人对于一战还是十分乐观 可是四艘战舰 四大万载大教联盟 胜算就太渺小了 而且这些万载大教 每一个教派的实力 甚至都超过了金旭殿 是真正的四个名符其实的 仅仅只是比无上大教 差一线的万载大教 许多弟子都人心惶惶 廖超凡和红忠宗汉几个人 脸色都很难看 如果真正的一战 以一敌似 又是被包夹的情况下 就太过于凶险了 众人的心里面 已经暗自做了最坏的打算 廖超凡眼睛滴溜溜的乱转 开始思考起退路 大人 这这么多 人多势众 我们赶紧跑吧 去找老魔王做主 空空儿凑到秦浩轩的身边 颤声地商量道 留得青山在 不怕 身为魔匠 对于气息的感应十分敏锐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 四艘战船上 确实有着不少高手 自己则是很危险 秦浩轩拍了拍 空空儿脑袋一巴掌 空空儿疼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吐到嘴边的话一下变了 这 大人不愧是魔王选出来的人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跑 大人 我支持你 秦浩轩懒得大力空空而拍马屁 待四大万载大轿的战船上 石修明等人话音一落 他脚步一点 轻盈地落到了船舰的扶手上 黑发迎着和风烈烈 淡然地看向四大万载大轿所在的战船 青红仙子不在船上 这黑船由我秦浩轩做主 不知道四位有什么事 没及时的话还请让开一条路 我们赶时间 秦浩轩话音刚落 四大万载大轿的领军任务 石修明听得微微皱着眉 心中暗衣 传闻中的仙苗镜第一人 居然可以代表其他的三派说话 是傀儡 还是真的能够做主 算了 不管了 石修明很快地做出判断 说道 秦道友 相逢便是圆 我等前行发现路途凶险 先需要有人帮忙探路 不如而等 接下这事便好了 事后 我可以分些机缘出来 石修明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这黑船上顿时炸开了锅 廖朝凡脸色煞白 还有奔雷居弟子 目光纷纷看向的廖朝凡 大家都是奔雷居的人 跟着金旭店的人士混 跟着这些万载大叫 也是混 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奔雷居跟金旭店素来交好 在子母河上又被金旭店的人所救 所以这个时候抛弃金旭店 未免太下作了 相逢并非是缘 秦浩轩拖着长长的尾音说道 探保寻远 各凭本事 我等便不同诸位一起前行了 这个 石修明的喊话里带着几分冷笑 恐怕不能如各位的意了 若不一起前行此地 我等做点杀人越货之事 也无人能够知晓吧 空空尔看到金浩轩面色阴沉了下去 他第一时间冲到船头大声叫嚣了出来 去你们妈的 你们眉目前面长得是定眼子吗 敢这么给我起了大说话 你们脑袋里都是屎吗 空空尔突然开口了 展现出了顶级的破坟骂街水准 屎尿屁全都是下三路的脏话 砸了出去一时间将石修明等人 都给骂得愣住了 没办法 大家身为修仙者 平日里也会注意点身份之类的 便是威胁人都将点逼格之类的 展现自己的素养修养 哪见过空空尔这种完全不像素质 骂街全都是下三路 而且要还嘴一时间 也发现找不到能够回应的话 秦浩轩悄悄地向后退了两步 尽量同空空尔拉开了点距离 虽然这是第三魔王送的小弟魔将 这一刻也是非常给力 但是太丢脸了 外面不知道的还以为太初都这么没素质呢 真是亏大了 石修明气得满脸通红 他憋了半天 手中长剑 闪出惊天剑王吼道 你 你找死 石修明吼出这句平时足以威慑别人的狠话 自己却发现 这次喊话没什么威胁 甚至很苍白 对方都骂到下三路去了 秦浩轩明显感觉石修明等人的气势 在这一刻变弱了不少 他不由得看向一旁 正扯着嗓子骂个不停的空空而 暗自思考 或许对骂这个能耐 也只有刑能喷得过他吧 给我打 石修明常见挥舞 一声令下之后 战船上的阵法开始发出了一阵阵炫目的光芒 十几座大阵在临时的冲天下开始缓缓的推动了起来 空空而看到对方的阵法发动 第一时间 回神喊道 全员准备 启动所有水雷阵 左先攻击阵法 调整东南方位 右先攻击阵法 调整西南方位 开启防御阵法 各大阵法里投入五倍零石 金序殿的人率先动了起来 其他人见到这样的情况也纷纷的开始忙碌 黑色战船上 防御阵法启动 一层层如鱼鳞般的黑色灵力弥漫 其中还不断的向外拼命的吞噬着那些河流上飘荡的奇异的雾隘 补充进防御阵法里 整个的防护罩顿时是昏昏顿顿 十分的诡异 里面既有修仙者所用的符文 在闪烁又有魔气阴暈 第695章 平白无骨 结仇怨 同一时间 那如同巨蟒的星红色光柱 从黑色战舰上闪耀出来 足足十道光柱 向悬跃门和虚空房所在的战舰轰去 从空空而步伐施令 到黑色战舰的攻击阵法开动 不过是短短一瞬间 后发先知 空空而这一刻用行动告诉着对方 生于子母河的战舰 远比这些卖来货战舰更有优势 无论是速度还是战力 石秀明方的四艘战舰匆忙忙的启动防御阵法 只可惜阵法还没有完全成型 只是启动到半成品状态 便是接到了战船的攻击 轰轰轰 在战船上撕开了将近十丈的口子 一些悬跃门和虚空房的弟子躲闪不及 直接被扫中化为灰烬 要知道 那攻击阵法里 每一下轰出来 都是数十万的灵石灵力所凝结 堪比仙伦静的高手一击 仙苗静的休闲者被扫中 此时难以抵挡 一交手就立刻吃了大亏 秦浩轩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没有去阻止空空儿 他知道这种环境若不出手 那么自己的这边的下场 便是对面的那种情况 悬跃门的石锈鸣脸色铁青 虚空房里也是横石遍野 那领军的神武商 目光阴沉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黑色战船上的秦浩轩 轰轰 反应过来 其他两支战船爆发出了耀眼的火光 分别左右 向那漆黑的战船轰去 几百条灵法尚未触及到黑色战船 那战船在空空儿的操纵之下 在河面上打了个转 轻易地避开了所有攻击 怎么可能 东黎叫战船上的激光剂满眼的疑惑 战船在水面上再怎么灵活也是有限 可是刚刚 战船在水面上的活动方式宛如鱿鱼一般训捷 这违反天地规则呀 催阵催阵 攻击 大家一起动手 石修明高声的连连咆哮 我们所有人火力比他强 秦浩轩眉头皱紧 这石修明真是狠辣 自己亮过手段 他还敢动手 不能好好和平相处吗 既然如此 那便试试第三魔王给的这枚戒指好了 秦浩轩轻轻地转动戒指 一丝丝黑气潜到了水中 那河水中的魔物从四面八方开始高速涌动 高速推动着黑色战舰 在河面上做出有为常规的移动 有了这帮暗中的魔物相助 秦浩轩自然如虎添翼 转舵添加零食 空空儿的声音急促 依旧在黑船上方响起 刚刚用了轰击悬跃门和虚空房两艘战船 众人气势大增 都拼命地按照空空儿的指挥 努力让黑色巨船运作起来 原本对那漆黑巨船 呈包围之势的四艘万载大轿的战船 赫然发现自己对付的 居然是一个滑不出流的鱼 空空儿的声音如雷 指挥着黑色战船上 一杆修真者毫不客气 又是几次凌厉的阵法攻击 轰到了悬跃门和虚空房上 顿时引起了一阵惨叫 石修明心中一颤 只是感觉说不出的憋屈 他完全搞不懂 为什么这黑色战船居然这么灵活 简直就像是鱼变的 完全就是一面压倒的局势 四艘战船的数量优势 居然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凭什么 只打他悬跃门还有虚空房所在的古船 东黎教和天机门的古船也参与进攻了 诸位 俗话说得好 相逢便是圆 秦浩轩这时站在了围杆上 居高临下 淡然地看着悬跃门和虚空房上方的修仙者 诸位若是愿意坐开路先锋 那我等可以和平相处 石修明听到了秦浩轩的喊话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 相逢便是圆 这话居然让人一句给砸了回来 好机会 不约而同 从悬跃门和虚空房报社书几道身影 每一个身影 都是这些万载大教仙妙境四十九夜的巅峰弟子 其中有弟子甚至是有色仙种 故意压制境界后机勃发 此刻爆然出击 灵力浑厚无比 灵法纷乱 有的巨长如山 有的大剑如牢笼 向秦浩轩无情地轰杀过去 杀了他 石兄明脸色浮现出一丝病态的潮红 咬牙切齿 但是旋即 他脸上就浮现出了一丝震惊 乃至精具的神色 陡然间 那秦浩轩的身影已经消失 再次出现的时候 居然是闪到了那些冲过来的万载大教精英弟子身后 他的身法是如此之快 背后巨大光益一闪 一瞬间仿佛有数个秦浩轩同时出现 搜搜搜 虚空中爆出了耀眼的剑芒 一个个冲过来的修仙者 鲜活的身体 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惨叫 就被劈成两端 鲜血如激流四射 扑通扑通 尸块纷纷的跌入水面 这是什么神法 看到这一幕 石修明一阵毛骨悚然 念头尚未转弯 突然间他只感觉一股寒气 从尾椎骨直窜头顶 背后有人 刚刚察觉过来 他只感到脖梗一阵凉快 低头看去 赫然就看到了 那鲜血激射过来的空洞血 同一时间 虚空坊上发生了一样事情 那领军人物 神武商被斩杀当场 短短瞬息间 风云变幻 两个古船上都没有了领军人物 顿时间陷入大乱当中 走 快走 天机门的徐元甲 还有那东离教的激光记 看到这一幕 吓得是魂飞魄散 他们都是万载大叫的天骄 一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厮杀 当然明白 那漆黑的古船上的黑发青年根本就不可敌 而且 战船又远不如那漆黑的古船灵活 继续纠缠下去 根本只是被动挨打 两人当机立断 命令手下精英弟子赶紧发动战船向远方逃队 这一刻他们无语了 早知道便不招惹这位杀神了 两艘战舰快速的逃离战场 只剩下两艘无主战船在空空而的指挥下被瞬间击沉 上位死去的万载大叫弟子 一碰到黑水顿时天人武衰发作 一股股精气直冲云霄 久久不散 扑通的一声巨响 空空而这时候陡然的跳下水来 鼠须兴奋的跳动着 你干嘛 陡然见一个默然的声音 在空空而头顶回响 他只感觉身体一紧 整个人被一道灵法藤蔓给捆住 直接甩回甲板上 秦浩轩就站在空空而面前 颇为好奇的盯着这个货 大人 我好久没吃人了 想尝尝人肉的滋味 空空而两眼放光 那些都是大人的敌人 我的行为可是为大人报仇啊 一番言辞正义凛然 秦浩轩不觉无语 这家伙的德行倒是有几分像行那货 同样喜欢吃人 还一副冠冕堂皇的样子 没我命令不许下水 秦浩轩直接冲空空而屁股踹了一脚 休闲者的尸体也是你能吃的 以后只顺吃鱼肉 空空而缩了缩脖子 脸色苦了下去 他哪里敢忤逆秦浩轩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古川上的尸体沉入水中 脸上还洋溢出谄媚的笑容 秦大人是英明 鱼肉明目见体 实在是尚好佳品 我回去之后啊 一定要弄个全鱼宴 好好品尝 争取多活些时日 为秦大人效力 我 我们赢了 有奔雷居弟子这个时候 绷紧的心情才放松了下来 放眼子母和尚 已经没有了任何万载大轿 站穿的身影 天机门和东梨轿的战船 居然不战而逃 有弟子醒悟过来惊呆了 哈哈 老子没死 老子还活着 终于有一个金虚垫的弟子 爆发出了大笑 身边一位奔雷居的弟子 紧紧握了握手 眼睛里满是 死里逃生的喜悦 其他的弟子 嘴角也都溢出了笑容 暗自擦去额头的冷汗 看着秦浩轩的目光 已经不再是畏惧 还有浓浓的敬意 他们能赢的真正原因 心里清楚 都是有面前秦浩轩 作为主心骨在支持着 秦浩轩正正地望着 河面上死去的修仙者 自己同他们无怨无仇 经过此事之后 怕是要与太初结仇了 还好参与此事的 有金虚垫等势力 被打翻两艘战船的背后势力 也不能只跟太初叫为敌 开船 当最后一片船木被河水吞噬 秦浩轩没有久等 一声令下 黑船上响起了整齐画一的回应 黑船再次开启 向前方批拨展浪而行 经过这一次小插曲 后面的行程中 金旭殿奔雷居 无独教这些弟子 算是彻底明白一个道理 众人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只有京城合作 才能够团结下去 不然若是栽碰到万载大叫联盟 恐怕又是一番血战 如果不合作 会死得很惨烈 整个黑船上的气氛 比刚刚上船的时候 那种恐惧不安的气氛 已经好了许多 好手段 宗汉在一旁 赶到黑船上气氛的变化 看着秦浩轩 又看看那些干劲十足的弟子们 心里越来越清楚 为什么青红仙子 这么看好这个小派弟子了 这个叫秦浩轩的 不仅仅实力出众 驾驭手下也是很有一套啊 虽然对抗四艘战船的时候 脚下的漆黑战船表现得十分优异 但在激流当中的迅速调转 也让大船一些龙骨承受庞大的压力 而有所损失 秦浩轩不敢怠慢 这漆黑的战船还要陪他一起许久 去那堕仙岛 可不能有什么差池 仔细检查过黑船的任何一点损伤 秦浩轩刚刚跳上甲板 突然间只听到前方有弟子惊叫 秦堂主不好了 有很多很多魔物在前方 堵住了河流的去路 秦浩轩淡淡的一笑 目光却是望向身边的空空儿 那空空儿百无聊赖 正蹲在一旁 听到这话不由得精神大振 秦浩轩人影一闪已经是出现在船头 向远方眺望过去 赫然就看到 百丈远的地方 果然是密密麻麻 有许多魔物存在 其中一些战力堪比仙树净的魔物 居然扛着一副鱼皮的软胶 胶子上悠哉悠哉的坐着一头肥头大耳 手持钢叉漆黑如炭的魔将 这魔将显然有些灵晦 嘴里大声的嚷嚷着 不知死活的人类 小从我这里过去就要留下买路财 我不要金银也不要珠宝 所有人身上的灵药和灵丹都统统留下 就放你们走 如果想强行通过 哼哼 那魔将嘴里哼哼着 那口气似乎是敲诈勒索的行家离手 第六百九十六章 问真灵业 奇女子 话音刚落 突然间天空上呼啸着掉落一屋 砰的一声 势大力尘的一拳 重重地轰在了那魔将的头上 一下就将他身下的软胶彻底压垮他 空空而双脚踩他在魔将的头上 你个不长眼的东西居然敢拦住我 不拦住秦大人的去路 你是谁 老子是这一代的巡河夜叉 挪开你的吵脚 不然老子一声令下 千万魔物将你吃得渣也不上 那魔将被人踩着头颅 半天翻不过来 根本就看不清楚 来踩他的人到底是谁 嘴里骂骂咧咧 大声威胁 空空而松开双脚 狠狠地踹了巡河夜叉 屁股一脚 过来 等待你鱼炮眼看看老子到底是谁 看到那踩着自己的人如此底气十足 巡河夜叉虽然贪婪 但是也没有蠢到家 连忙回头去看 盯瞧了空空而急眼 玄机脸色大变 靠 这么倒霉 居然碰到这祸 他只是一只巡河夜叉 当人知道这大魔王手下的大红魔 空空而 靠着吹牛拍马 混成了那老魔王的心腹之一 巡河夜叉当然是十分怕那老魔王 自然也不敢对空空而有什么动作 原来是空空而大人 小的有眼无珠 还请莫怪 巡河夜叉笑嘻嘻地说道 连忙一挥手 冲一干鱼怪吼道 都都都散了 都让开路 巡河夜叉一招呼 本来堵住的去路的魔物 纷纷地散开 黑船轰隆作响 从密密麻麻的魔物 让开的通道驶过 很多弟子 从船舷下向下张 看到那些密密麻麻 长着獠牙的 赫赫有声的魔物 心中暗暗吃惊 很是庆幸是跟前浩轩在一起 否则的话 对付这么多的魔物 恐怕是十死无生了 今天到底是倒了什么邪霉啊 先是碰到那个装模作样 脸上发光的死女人 用大炮轰死了几百手下 差一点连老子性命都葬送掉了 现在又碰到了这个马屁精空空而 还让不让老子好好做生意了 巡河夜叉一脸的郁闷 嘴里嘀咕着 她的声音很轻 根本就不敢被空空而听到 否则的话 肯定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空空而对付强者不行 但是对付他们这种人 拿捏起来向来是手段颇多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齐浩轩在船上 耳朵吸动 完全听清楚了 那巡河夜叉的嘀咕 站船 脸上发光的女人 难道是老熟人 齐浩轩瞳孔里闪烁着一望寒光 身影一个闪烁 瞬息间出现在了巡河夜叉面前 那炮轰你战船 船头可是插着一面雪白的鹰损旗帜 秦浩轩 秦浩轩凝声道 你是谁啊 巡河夜叉眼皮一翻 真是反了 居然如此随便问他问题 真是当他巡河夜叉 是你本捏的不成吗 来个人都能捏几下 好好回答金大人的话 空空而突然一巴掌 狠狠地拍在了那巡河夜叉的头上 给他打了一个猎切 这也是这一个猎切 巡河夜叉陡然间看清楚了 秦浩轩手上带的东西 这不是老魔王的戒指吗 难道说 夜叉顿时一个机灵 再看向秦浩轩 目光里多了一丝谄媚 加紧了尾巴 回答人的话 今天轰我船 的确是有一面雪白的鹰损旗帜 那战船上的女人 很丑陋 连脸都不敢露出来 用光芒笼罩 屁股也没有我家婆娘的大 巡河夜叉叙叙叙叙 空空而抬手一巴掌 拍到他脑袋上 别说废话 秦大人问你什么 你回答什么 空空而立声道 玄机冲着秦浩轩谄媚一笑 秦大人 你继续问这蠢货 秦浩轩这时已经肯定了 巡河夜叉嘴里的丑陋女人 一定就是南岩仙子 也只有南岩仙子 修炼了神秘无上的玄公 脸庞上才会 日夜有神秘光芒笼罩 那上的雪白英损旗帜 肯定就是南岩仙子的队伍无疑 今天炮轰的船队 是向哪个方向去了 秦浩轩心中杀鸡必现 这南岩仙子 曾经对他动过杀机 现在 在子母河上更是设置陷阱 差一点让他们全军覆没 这些行为 总让他感觉到一股不爽和威胁 他要将这股威胁彻底抹杀 在这子母河无疑是解决 那恶毒女人的最好机会 那边 巡河夜叉响了一会儿 向一个方向一指 他指的方向赫然是 堕仙岛的位置 秦浩轩微微皱着眉 一把提起了空空而 一个闪烁已经出现在了船头 加快速度 向堕仙岛进发 行舰了两天两夜 子母河依然是浩瀚无比 不见尽头 这是河吗 分明是海才对呀 有弟子暗自抱怨 秦浩轩一直站在船头 视而低头看书 视而急目四望 这一天他陡然看到一幅奇景 在其身后百丈远的地方 有一黑衣女子 脚下踩塌了一片树叶 在河上挤持 如履平地 这树叶跟子母河上 那动则有足足百丈的 巨大水叶子不同 灵异异常 一叶渡河 树叶上闪烁着 盈盈的光泽 有神秘的符纹荡漾 镇压波涛 更是隐约间 将周围的魔器都驱散开 那女子瞬息间 赶超了秦浩轩所在的 漆黑的战船 急速前进 赶超过去的时候 秦浩轩匆忙地一瞥间 以示将这个奇女子的面容记住 这女子生得颇为美丽 轻力脱俗 只是眉宇间有着一股挥散不去的煞气 令人心气 哄的一声 陡然之间 有树枝魔物从子母河里翻腾出来 瞬息跳上的那片叶子 张开了血盆大口 向那个女人咬去 那女人看也不看一眼 只是抬起灵光荡漾的左手 在空中轻轻地一挥 那力量在虚空之中闪耀呼啸 时而沉重 时而又快若奔雷 一击 如同挥动衣袖扫清尘埃一般 那翻腾出水面的魔物便消失了 但是魔物尸体的鲜血 却刺激了子母河下面更多的魔物 许多魔物都是嗅着血腥味而来 呱唧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河面 越来越多的魔物纷纷露出头 贪婪地看向了奇异树叶上的黑衣女子 黑犹犹的身躯连绵在一起 像是隐约水下山脉的轮廓 数量多的触目惊心 一时间无数魔物露出了獠牙 纷纷向灵叶上的黑衣女子扑去 那黑衣女子依然如同一尊雕像一般 这次他连挥动衣袖都懒得去做了 只是翻转手腕 轻轻地弹了一纸 一纸在虚空中划过 留下看似无比生硬的纸痕 这纸痕要隐没的时候 又是一纸弹过 这一纸又一纸的乱弹 仿佛是变成了两双毛笔 在虚空中铁化银钩 每一笔都写得很拙 但仔细看上去 却有种金戈铁马大开大合的韵味 刷 有魔物扑了过去 尚未靠近的黑衣女子 却被虚空中那隐约不散的纸痕 硬生生地撕成两半 只要试图向那黑衣女子冲过去的魔物 无一例外 都直接被虚空中的残留奇异纸痕给斩杀 好强悍啊 秦浩轩在漆黑的船只上好整以下的观战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不觉哑然出声 一会儿那指力韵律一变 刷的一纸出现 带着奇异的韵味 仿佛是流云横渡 刷的又是一纸 隐约有波涛声鸣动 仿佛海潮阵阵 秦浩轩日夜被纯阳先王的气息熏陶 眼界之高 超乎同辈不少 他从那黑衣女子的剑法里 居然是看到了高山流水 看到了雷霆轰鸣 看到了江海河流 仿佛自然界的一切 都融入到了黑衣女子的双剑之中 好厉害的执法 施法天地 仿佛自然万物都在他弹指中 羚羊挂脚 毫无雕琢痕迹 我若是以剑法跟他对上 该怎么对付 秦浩轩脑海里 不禁是闪过这个念头 我若是跟他用剑法对决 我毫无胜算 他心中迅速推演了一番发现 如果单纯比拼剑法 完全不是这女人的对手 非动用自由之意 不然怕是要败 这女人是什么传承来历 这般凶 这仙术镜的灵力 秦浩轩心头 秃跳 眉头 锁死 在这子母和尚 仙术镜的修仙者 即便是使用仙术镜的实力 肯定是会引发天人武衰而亡 可这黑衣女人 之前的那一指 肯定是仙术镜的灵力 才能够办到的事情 为什么她没有引动天人武衰呢 难道是她脚下踩着呢 灵异的叶子有怪异 能够斩断着子母和尚 笼罩天人武衰的力量不成 秦浩轩双筒里竭力地射出 点点的金光灿灿神石 想看穿那灵异的异常之处 却只是看到一片雾矮般的灵力沉浮 将灵业笼罩在其中 神秘非凡 不论子母和尚的黑气如何弥漫笼罩 都被那灵业汹涌中的灵力驱散 不得靠近 果然是件好东西 秦浩轩忍不住赞叹 刚才他亲眼就看到一些万载大教所为的天骄 身上的一些法器浸染了子母和的河水 就直接坏掉 而这个女人的灵业 能够隔绝 蕴含着天人武衰气息的河水 实在是难得的好东西 松汉在一旁 这事也是把目光凝结在了 那站在灵业的女子身上 脸上仙逝惊疑而哑然 我想起来了 这个女人可了不得 她是问真仙子 是一个很强大的散修 据说修为已经是仙术镜666张 修仙界敢招惹她的可不多 玄机微微一叹又说 不过这女子很惨 她是赤色县重 连仙术都是呈现赤色 是一个难得的天骄 西年又无上大教为了争抢她 侵犯她所在的门派天马居 天马居举派不强 结果奋战而亡 这问真仙子也逃了出来 秦浩轩听得 心之往下沉 一颗赤色仙种 引发这般轰动 若是太初三大子种消息传出去 怕太初定会有灭顶之灾 脑海中又闪过许语的倩影 不由得暗自握紧了手掌 不行 一定要让太初更加强大起来 这天马居的惨况一定不允许 在太初发生 好奇妙的灵页啊 有奔雷居的弟子盯着黑衣女子迅速远去的身影 嘴里嘖嘖称赞 得了吧 擦干你嘴边的口水吧 有见多识广的金徐殿弟子笑嘻嘻地说 那灵页可了不得 哪是你我能够觊觎的 据说那灵页是七宝庙树的一片叶子 七宝庙树你知道吧 得天地造物的仙物 这灵页也是那仙物 据说能够隔绝大道气息 百歇不亲 其他弟子一听这话都大惊失色 眼睛里更是羡慕 秦浩轩忍不住暗自吞了吞口水 七宝庙树 那是传闻中的仙物 他在绝前毒蛊都没有碰到这么好的东西 真是得了一场大机缘啊 宗汉盯着正在河流上 跟魔物厮杀的问真仙子暗自叹了一口气 这问真仙子也是可怜 二十年前天马居就被那大派所灭 这十年来 他一直都在幽权魔园里厮杀魔物 淬炼自身 只是失去门派的支持 如无水之瓶 根本挑战不了的大派 秦浩轩默然身为小派弟子 他对问真仙子的遭遇有些感同身受 门派实力弱了 连弟子都保护不了 真是一种悲哀 心里面对于太初教 对于自然堂 越发有了一种莫名的热切 不过这问真仙子所敌对的大派 也在幽权魔园 问真仙子虽然没有足够的能力 挑战那大派 但是让大派恶心恶心的实力还是有的 这十年来经常趁那大派中弟子 去幽权魔园深处讨伐或者是探险 便出手将那些弟子干掉 他这些事 纵然那些大派知道是他做的 却一直没有抓住他的把柄 而且他行动谨慎 平常一出大营便远钝 大派纵然想抓都抓不到 宗汉说到这里 看向问真仙子的目光 有一丝欣赏 第697章 飘扬过海 中入岛 其他的精英弟子也不禁肃然气惊 显然问真仙子 心中一直是使之报仇 只是实力不济的缘故 只能小打小闹 但是这股敢以一己之力 挑战大派的勇气 却是真正的令人敬佩 哗啦的一声巨响 河流里的水浪 如一面山岳般声起 重重的 撞击到了问真仙子 所在的灵液上 树大的灵液居然一颤 那仙子有些站立不稳 显然刚才的水浪 太过于浩大了 那山岳般的水浪之下 一个足足有六臂 身上披着密密麻麻 拳头大小 足足三掌多高的魔物 跳了下来 臥急大小的拳头 涌动着黑光 拳风呼啸 六臂如同旋转的风扇 高速轰击之下 只留下一道残影 静直向着的问真仙子 轮番轰去 坑坑坑 无数金铁交击般的爆响 骤然响起 就看到问真仙子手中 提着两把灵箭 箭痕森然 跟那魔物的拳头 发出了一连串的斩机 居然只是在那魔物的拳头上 斩出了一道道的白痕 却没有让那魔物后退半分 反而是那魔物 仰天嘶吼了一声 四辈打出了真火 瞳孔里都喷吐出了黑光 刷拉的一下 向问真仙子席卷而去 问真仙子手中灵箭散发出 无穷无尽的符纹灵力 虚空中匆忙形成了防御灵法 看那黑光端 确实厉害无比 防御阵法被黑光扫到 居然发出了扑扑扑的沉闷声音 无数的符纹都在烟灵 一下子被彻底破解 问真仙子眉头这时候才微微皱了一下 抬手在空中写了一个枝字 字迹在虚空之中吞噬灵力 画形 带着森人的旨意 跟那跳上来的魔物轰到了一起 他一使出执法真意 也威势大涨 那魔物还想凭借着拳头硬扛 结果滋拉的一声 魔物拳头已经割裂出了森然的伤口 但是转眼之间 那魔物的伤口血肉 以肉眼可变的速度在蠕动愈合 惊人的防御力 让问真仙子眉头又是一皱 这小娘体惨了 居然碰到了六臂水源 而且是快要修出魔性的六臂水源 战力可比一般的仙术精强者强大多了 空空儿在秦浩轩的身边嘖嘖有声 秦浩轩眉头微皱 修出魔性 什么意思 修出魔性就是子母河里的魔物 拥有灵慧 跟魔将一样 不过六臂水源又是魔将当中实力最强悍的 大魔王最得力的手下将领 也是一个六臂水源 空空儿对于秦浩轩态度上丝毫不敢怠慢 笑嘻嘻地解释道 这么说来你的魔性不是自己修炼出来的 秦浩轩从空空儿的一句话里陡然听出了语兵 空空儿尴尬一笑 秦大人果然聪明 我的魔性是被老魔王大人赋予的 自然不能跟自己修炼出魔性的魔物比 他话音一落 赫然就发现秦浩轩在舒展筋骨不由得一愣 秦大人你是要干什么 秦浩轩淡然地看他一眼 帮忙 这个时候旁边的宗翰不禁好心提醒 秦当主 这女人得罪了一个很大的门派 你帮他如果传到那些门派耳朵里 恐怕不好啊 毕竟秦浩轩是青红仙子带来的 实力也不凡 宗翰自然不希望秦浩轩惹上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我欣赏他 秦浩轩丢下一句话 人在原地消失了 问真仙子不急不躁 古着的指力在虚空中 如同铁笔银钩 一个个无比有韵味的 把大字凝练出来 带着冲天的森然锐气 向那扑击过来的六臂水源轰去 六臂水源喷吐着黑光 拳头如雨 不断地乍响轰过来 一人一磨 一时间居然斗了个半斤八两 不过六臂水源气血雄旺 这里又是他的主战场 根本就无惧跟前面的问真仙子打持久战 反观问真仙子眉头微皱 森然如刀的目光 在六臂水源身上四处熏寻 想要找到弱点 一举击杀 可六臂水源浑身都被漆黑的林甲覆盖 一时间想找到弱点还真的不容易 突然之间 一个人影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六臂水源的身后 刷拉的一箭 直接把六臂水源的一条臂膀彻底砍断 好快的速度 好快的箭 从那人出现 再到六臂水源一只手臂受伤 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 快得肉眼难辨 让问真仙子都不禁一愣 警惕的目光 看向那多出来的黑发青年 掌中突然多了一双灵剑 灵剑上发出嗡嗡的声音 仿佛在警告秦浩轩 秦浩轩看到问真仙子 如临大敌的模样 抱拳说道 太初秦浩轩前来帮忙的 秦浩轩表达着自己的诚意 他人影又是一闪 再次出现的时候 又是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六臂水源的身后 削铁如泥的龙林仙剑一闪 不偏不倚 再次击斩在了刚刚的六臂水源背后 斩到的伤口上 这一击直接将六臂水源的手臂彻底斩落 那六臂水源惨叫了一声暴跳如雷 凶狠的目光骤然盯在了秦浩轩的身上 显然是将这个出手偷袭他的人类 当成了头号大敌 问真仙子深深地看了秦浩轩一眼 他现在相信 面前这陌生的黑发青年的确是来帮忙的 而且他那匪夷所思的身法令人心悸 如果是想偷袭他 恐怕他也会招架得很难 自从二十年前 所在的尸门被人灭去 自己日夜地被那万载大叫惦记着 恶劣的生存环境让问真仙子养成了不相信外人的习惯 现在看到秦浩轩出手相助 虽然警惕 但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毕竟这样一来 处理掉这个六臂水源就容易多了 叮 一双灵箭在虚空中交织 裂开了一个个神秘的符文包裹大字 嗖嗖 秦浩轩身影如电 手中龙鳞仙剑散发出隐隐的龙吟之声 在虚空中激荡 每一个闪烁都会在六臂水源身上 留见一道森然可怖的伤口 好快的速度 好锋利的剑 问真仙子在跟六臂水源激战的时候 都在仔细观察着秦浩轩的动静 但是无论他如何地观察 努力地观看 都捕捉不到秦浩轩的身影 至于那把无比锋利的剑 他能够断定 一定是一把仙剑 这六臂水源虽然战力不错 但是秦浩轩跟问真仙子 都是强悍至极的人物 一个剑法无双 一个身法无二 剑气纵横 六臂水源一个躲闪不及 最后一条漆黑的手臂 都被龙鳞仙剑斩去 痛苦地狂嚎了一声 六臂水源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已经变成了一只突原 六臂全无 闻真仙子哪里会放弃如此大好机会 手中一双零剑瞬息间剑芒暴涨 射出了足足五丈长的剑光 在六臂水源的脖颈扫过 那六臂水源尚未反应过来 透露已经虚空中腾起 噗通的一声跌进了水里 空洞的脖梗里 建设出了纤细 一时间灵液上方 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道 这六臂水源一死 原本还潜伏在水下的 蠢蠢欲动的那些魔物 顿时都闻风丧胆 他们明显知道 那灵液上的黑衣女子 根本不可敌 更别说还有个气息恐怖 令他们心惊胆战的人类存在 漆黑的战船上 一帮人看得心惊 特别是空空而缩了缩脖子 下面的两个人配合起来 强的变态 那战力比仙术镜 尚许多的六臂水源 居然就这样被杀了 当然 他们对于秦浩轩的变态 无比的深法 再次有了新的认识 特别是无独教的人 一个个瞳孔里闪烁着神光 本以为秦浩轩再强也有个限度 上了岸总能够 逼其交出解药 现在看来恐怕只能偷袭了 我便不谢你了 仙夜上 问真仙子 扶了一下额前散乱的青丝 淡然地瞥了秦浩轩一眼 声音清冷 其实他心中一直都很意外 甚至是震惊 毕竟他得罪的万载大叫的事 幽权魔缘里许多人都知道 平日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来往 更别说出手帮忙了 这还是第一次 他碰见有人帮忙 秦浩轩淡淡地一笑 没多说什么 只是冲问真仙子点了点头 后悔有期 虽说这仙子很平淡 但是他秦浩轩也不是诗人图报的人 他之所以帮这女子 只是纯粹想帮忙而已 现在事情已了 已无牵挂 冲问真仙子拱了拱手 秦浩轩身形一闪 已是瞬间 在问真仙子面前消失了 他这样洒然地离去 问真仙子倒是愣了一下 这年头修仙界赤裸而残酷 哪里会有人无缘无故地 出手帮人的 可是看到面前这青年 洒然离去的样子 还真是没有打算 找他要什么报酬 他心里准备的一些冰冷的说辞 都没有机会倾吐而出 这人 问真仙子心中不觉异样 抬起头又看了看 那站在漆黑战船上的秦浩轩 轻轻一咬牙 催动灵液继续 向舵仙倒的方向进发 不一会儿不见了踪影 如此又行进了数天 一路上都是有惊无险 空空儿继续发光发热 一碰到有魔物试图攻击船只 这空空儿上去乍乍呼呼几下 就吓得那些魔物屁滚尿流 这一天 子母河上的浪花越发的汹涌 不过隐约之间 空气里陡然多了一丝丝的草木清新的味道 众人在子母河里度过的时间太长 一直都嗅着那股河水独有的兴尸味 陡然间闻到了草木的香味 一时间 人人精神一震 看到堕仙岛了 有弟子爬上高高的桅杆 向前努力的张望 冲下帮众人兴奋的大喊 果然 一会儿一个连绵无际的墨绿色轮廓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那墨绿色的轮廓 像是无边无际的一片大陆 如果不是由老魔王事先提醒 千好轩都不敢将面前 看到的庞大的东西 跟岛屿联系在一起 无边无际一眼看不到尽头 这样的庞大也是岛屿 越是靠近 越是能够看到堕仙岛的模样 岛屿的岸边 倒是郁郁葱葱 一片碧莹莹的绿意 让人心头欢喜 还可以看到一些残破的 战船的尸骸堆砌在河岸上 还有一些腐烂的魔物尸骸 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令人作呕 目光所及 到处都蒙了青台的木板 还有各种腐朽的巨大船路 显然就是老魔王提起过的 很久以前曾经到过的舵仙岛 最终没有了音讯的那些修仙者 还有几艘明显全新的战船 停在岸边 跟小山式的庞大 上面灵阵阴晕 有弟子在看守船只 警惕地望向秦浩轩等人 秦浩轩来这里可不是来随便惹事的 只是淡淡地撇了几艘战船 发现里面并没有南岩仙子 所在的青鱼航船只 目光扫了回去 都下船吧 从身后的众人说道 他一马当先 飘然落在了岸边的沙地上 红中嘴里轻恩雷一声 紧随他身后也下了船 就落在了他三步之遥的地方 嗯 陡然间 秦浩轩心中一领 明显感觉到了一股杀意 从背后升腾起来 心里面迅速有了警觉 一来到舵仙岛 自母合上的阴晕的奇异气息 顿时消散 秦浩轩的神识力量 没了压制 暗自恢复 对于一些冥冥中的杀鸡 恢复了那敏锐的感知 他赫然感觉到 背后悄无声息地 多出几只稀稀疏疏 爬向的毒虫 每一只毒虫都阴晕着 森人的毒力 不容小觑 他不用想也知道 这毒虫究竟是谁 种到他身上的 目光微微向后一扫 赫然间叫发现 无独教跟下来的弟子 有意无意间 已经成包围的势态 将众人围拢在了中央 第六百九十八章 好心不见有好报 鹏中 你是什么意思 秦浩轩在前面停了脚步 淡然地转过身 目光如电地 凝在了红中的毒眼上 金旭殿和奔雷区的弟子 尚没有感觉到形势微妙的变化 除了宗汉和廖超凡 经验丰富 感觉出了一丝异常 其他人都有些茫然 不知道秦浩轩在说什么 我只不过 不想受制于人 还请秦道友交出解药 毒眼龙红中 催动着灵法 用很是低沉冰冷的声音说道 日后老夫自会报恩 秦浩轩看着毒眼龙红中脚下 激流阵阵涌动 脚的沙粒飞扬 更是有三头毒虫 沉浮在虚空 分别是一头鹤红色的毒蝎 一只喷吐着黑线的赖蛤蟆 还有一头几乎透明的白蛇 死死地吞吐着红色的蛇心 每一只毒都阴晕着漆黑的灵力 很是诡异 这种态度怎么看 也不像是讨要解药的意思 那何必偷袭 你可以照实说便好 秦浩轩盯着其他的无毒教的弟子 又对毒眼龙红中说道 这般不打招呼偷袭 你对得起我和尚救你吗 我能理解 你想获得自由的想法 也愿意给你解药 只是你这般做法 难道不应该给我个说法吗 毒眼龙红中老脸又红 眼中透露着几分病态的含义 交出解药 交出所有的灵法修炼秘籍 老夫可以不杀你 劝你不要妄动 此地并非子母和尚 老夫先述镜足足三百九十九章 你没有取胜的机会 秦浩轩笑了 最初青红莲给这批人服用毒药的事 自己还感觉这做法是很过分 但是现在看来 青红莲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比自己还是更有经验的 旧人反而却被反噬 好人真心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原来这老东西从一开始便是忌惮青红莲 而此地并非子母和 天地间的那股压制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独眼龙红中很有信心 哪怕是见过秦浩轩的能耐 依然有足够的信心将其压制 仙树镜同仙苗镜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修仙路漫漫一夜一天梯 仙苗镜的修仙者一夜间的差距都是天差地别 更别说他这仙树镜的修仙者跟一个仙苗镜的修仙者的差距呢 嘿 你们这些人也都老实点 乖乖做我们的奴隶 给你们一条活路 其他的无独教弟子气焰嚣张 身上到处都在掉落出一只只的毒虫 散发出淡淡的灵力令人心机 无独教本就是以毒物行天下 他们将毒物跟福禄乃至福寿还有灵法都结合在一起 攻击手段很是奇特而毒辣 金旭殿和奔雷剧的弟子本想要怒骂几声 这时看到围拢在身边的那密密麻麻的毒物 一个个面色难看 而宗汉同廖超凡则是更多的精力都放在秦浩轩的身上 打算看看这位仙苗镜第一人是否能够处理此件事情 若能那以后对其态度要重新的进行评估 若是不能那便再出手救下 买个人情给太猪 你真不该养毒虫 你比毒虫歹毒太多了 秦浩轩突然淡淡地说道 双手摊开 手心上有几只鹤红的蝎子 还有一只丝营般的小蛇 显然这几只毒虫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身体僵硬 秦浩轩手指一松 毒虫纷纷地掉落 红中脸色顿时一僵 怎么 这些毒虫是他用本命精血喂养的 跟他心灵息息相关 虽然细小 但是每一只毒虫 毒死仙术镜的强者都不在话下 怎么可能突然暴毙 而且还是在他不知觉的情况下 他哪里知道 这方天地对于他失去了禁锢 同样对于秦浩轩也是失去了禁锢 他的神识力量被压制已久 一旦觉醒 可怕远超寻常 直接用神识便将身上的毒虫跟红中见识的心灵相通切断 然后将几个毒虫弄死 自然轻而易举 怎么可能 心里面一个声音在激烈回荡 红中没来由的一阵心慌 去死 红中脸色越发猙獰 话音一落 正要驱动毒虫攻击秦浩轩 陡然间 只见前面人影一闪 秦浩轩居然逼近到了跟前 他心头一灵 一股寒气 从尾椎骨窜起 尚未窜到天灵盖 他只感觉脖梗一凉 低头一看 那空荡他的枪穴 已经是离他遥远 我 话音未落 头颅咕噜一声滚落在地 快 秦浩轩的线快 移动速度更快 只是神石还要在他移动速度之上 之前的一瞬间 红中并非不想动 只是他根本没法动 秦浩轩的神石 轰中了他那可怜的神石 身体在逐渐的僵硬化 红中很后悔 若是知道秦浩轩的神石异常 他也有对应办法 用毒虫镇守神石 对方的神石最多只能是 轰碎毒虫 而自己则是争取到了足够的出手时间 可是一个仙苗镜 谁又能想到去防御神石攻击呢 浓浓的血腥味 冲着所有的围观者的鼻腔 在场的所有人 一瞬间寂静无声 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事 区区一个仙苗镜的修仙者 居然如此轻松地枝解了一个仙术镜的修仙者 这完全就颠覆了他们平常对修仙者实力的判断 你们还打算出手 秦浩轩冷眼扫视着 无毒教的所有人 无毒教中人脸上 猙獰而疯狂的笑容已经消失了 一个个看着地上那个尸块 呆若木鸡 浑身一阵阵的凉快 红中长老这仙术镜的强者 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斩杀 那他们呢 普通 有无毒教弟子 陡然间再也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 很是干脆地跪了下去 冲秦浩轩磕头如捣蒜 小子有眼不知泰山 秦浩轩大人 别杀我 我愿意做牛做马 侍奉秦浩轩大人 大人 我刚才失心疯了 饶命啊 转眼间 无毒教的弟子跪了一地 他们发现这秦浩轩简直太可怕了 根本就不能跟他对敌 他们现在是彻彻底底 对于秦浩轩沉浮了 没做半点抵抗的心思 人交给你们了 秦浩轩连看到懒得看这帮无毒教弟子 便冲钟翰和廖超凡 淡淡地吩咐道 他来这里主要是寻找那大机缘 对于无毒教弟子的生死 他并不关心 而这帮人的实力 对于他来说有点鸡肋 除了当炮灰 并没有什么大用处 秦浩轩一马当仙 向岛屿深处走去 其他人紧随其后 走了没多久 秦浩轩眉头暗自皱了起来 他赫然发现这里地势比较平坦 没有断崖 没有什么溪流 似乎跟青红仙子 分别的时候提醒的地形不太一样 他连忙掏出了一幅地图 这地图很新也很粗糙 是离别的时候青红仙子送的 上面正是这舵仙岛的粗略地形 难怪登陆地点错了 仔细观察地图之后 秦浩轩才赫然发现登陆地点出现了偏差 并没有在岛屿正东面登陆 而是到了东南边 他一想便明白过来 大概是跟四个万载大轿的激战有关 那场子母河上的大战 让他们稍微偏离了航线 不过登陆点错误 并不影响秦浩轩的情绪 他继续带着众人向前走 一路走 众人越发感觉这里不同寻常 这里面居然到处都是撞击产上的大坑 和岛伏的苍古巨木 到处都是激战的痕迹 不时就可以看到死掉的魔物尸体 还有一些没了衣物 不知名的教派的弟子的尸体 断肢断手 死壮惨烈 一些弟子看到这一幕 无不心中涌起阵阵凉意 也越发感觉到了凶险 突然远方划光冲天 如耀眼的光柱穿透天地 一道道光芒当中 有一颗颗的符文 如大型的沉浮 散发出阵阵的浓烈杀气 只是看上一眼就莫名的一阵心悸 仿佛被什么上古凶兽盯上一样 那显然是一处神秘大阵 光处凝炼如实 上面居然还沾着一个脚踏飞剑 浑身被撕裂 吞吸得如同干柴的修仙者 能拥有飞剑的修仙者 少说也是先竖竟修为 就这样的修仙者都惨死在这儿 众人更是心头震惊 连话都不敢多说 廖超凡看着远方的大阵 眼睛里仿佛起了两团火 秦道友 既然那方有人布下大阵 里面一定有什么好东西存在 不如我们就向那大阵去 把那东西弄出来 廖超凡暗自吞了吞口水 坐到秦浩轩的身边低声道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他们来到舵仙岛 当然就是要取得宝贝 现在看到机会在前方 当然不想错过 秦浩轩看了廖超凡一眼 不为所动 摊开了手中的地图 在上面指了个地点 我们这时来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找到东黄墓 里面有可以凝聚仙术的宝物 还有其他的机缘 秦浩轩斩钉截铁地说 声音中有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这舵仙岛庞大无极 里面有无数机缘 也有着无尽的凶险 若是看到一个机缘就想得到 而没有明确目标 很容易就会迷失掉的 这里面有很多死人 根本就不是死于实力低微 而是死于太过贪婪 秦浩轩的道心坚如磐石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不会被外界因素所扰 这种稳定的品质 也是不久前老魔王看好他的原因之一 我们绕道不要惊动那大阵 那大阵凶险无比 不想死的话尽管去闯 秦浩轩说道 说把他看了眼地图 直接向另外一个方向而去 秦浩轩现在是众人绝对的主心骨 即便是无独教的弟子 都不敢忤逆他的话 秦浩轩不去 自然就没有人敢去 谁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廖超凡默默地看了秦浩轩背影一眼 纵然心中不满 也只是无奈地跟上 他也不敢离开秦浩轩单独前往 那样太凶险了 第六百九十九章 中福须弥回绝阵 密林深幽古墓参天 茂密无边的肥厚树叶 将暗淡的光线过滤得越发渗人 地上只有细碎斑驳的碎影 秦浩轩在前方开路 不一会儿已经击毙了几只窜出的魔物 全都是一箭毙命 干脆烈落 就像是定海盘石 将一切浪用都挡在了身后 跟在这样的人身后 不觉间金绪殿的众人忐忑的心情 渐渐平静了下来 突然间前方传来了嬉戏缩缩的声响 秦浩轩心头一领 他只感觉前方有如山如月的气息 声腾而起 让他们一阵毛骨悚然 而且这股气息不止一股 而是有树骨 有绝强的高手 还不止一个 秦浩轩心头已经停住了脚步 身后的吉他众人 都感到了莫名的危机 还有如山的危压 只感到一阵阵的心迹纷纷止步 从密林的深处 一阵脚步声越发的靠近 每一步都像是沉重的鼓点 重重的敲击在众人的心头 令人心惊肉跳 突然间耀眼的滑光爆出 前面的大片密林 被莫名的蜜粒切割开来 轰然倒塌 视野一下子开阔 众人面前站着十几个人 这些人有男有女各不一 不过每个人的身上 都披着奇异的甲舟 那些甲舟外面有神秘的符文缠绕 闪烁 仿佛是银河围绕 给他们平添了一份神秘的威士 你们是什么人 见到我们须弥圣殿 还不快快臣服 猥瘦的老者 童颜鹤发 声若闷雷 声音震荡的众人耳末嗡嗡作响 虚弥圣殿 宗汉嘴里不禁惊呼出声 秦浩轩脸色微微变了变 这虚弥圣殿 可是传承了七万年的万载大教 传承上万年的教派 才有资格被称为万载大教 一般的教派 传承数千年就有可能凋零 湮灭 不然就有可能被人抢夺山门 被灭门 而当一个大教达到十万年传承的时候 就会被上苍忌妒 降下天节 如此大教才会被称为无上大教 万载大教也会渡节 到了万年就会降下天节 到了十万年就要渡大节 过了则是无上大教 很多万载大教到了传承十万年的时候 就会被天降的劫难给摧毁 不复存在 传闻若是传承百万载不灭 则被称为无上古教 古教也有古教大节 凶险无比 曾经有无上大教试图抗衡 百万年大节 苦心准备 结果 天上降落无数火焰星辰撕裂天地 硬是令那无上大教烟灭 这虚迷圣殿已经传承了七万载 隐约有了无上大教的气象 在万载大教里面也是被其他的万载大教所敬畏 不敢招惹 所以一听说是虚迷圣殿的人 金旭殿 奔雷居 无独教等人 都呆若目击 心中暗自叫苦 秦浩轩一眼扫过去 赫然发现这十几个人里面 足足有七八个仙术镜强者 甚至为首那个老者实力深不可测 似乎是接近了仙术镜巅峰 令他有些忌惮 每一个人都身穿甲皱 手臂上有着奇异的浮寿盘旋 令人惊惧 要不要打 面对虚迷圣殿的咄咄逼人 秦浩轩心里第一次有了犹豫 如果以他的身法 绝对能在瞬息间干掉仙术镜强者 甚至他有信心能够一口气干掉几个仙术镜强者 只是想逃离这里确实不能 阵法 秦浩轻清晰地感觉得到 此地被人提前设置的阵法 还被进入阵法之前很难察觉 当进入其中 这里有千百万条的天地元气所 纵使自由之意 怕也会被捆 逃不掉 打不赢 秦浩轩调集着所有的神识 准备在突然间发动全部的神识攻击 百丈之内 无论是人或者是其他的生物 都会被阵得瞬间失神 哪怕暗处有人隐藏操控阵法 也会被阵得失去神志 一瞬间 秦浩轩很清楚 自己只有一瞬间的逃跑机会 若是没有把握住 怕是再难离开 哄 天空陡然一声雷炸 那雷霆之力从高空灌露 重重地砸在这阵法之上 强大的电流瞬间就击中了在场 包括秦浩轩的所有人 雷电之力 当时速度无双之力 便是自由之一 也实难躲避 秦浩轩的神识未动 雷霆之力已经灌落 强大的力量如爆炸一般向四周蔓延开来 秦浩轩这感觉全身一麻 想移动身体依然不能 那落下雷霆之力产生的震荡 也在下一刻将其震得晕厥过去 当秦浩轩再次醒来 发现 虚迷圣殿的人将一个个奇异的符圈套在大家脖子上 这符圈很诡异 里面波动着一股股不稳定的符文力量 宗汉等人都一阵手脚冰凉 心颤不已 这符圈里面有特别的禁止 对于力量感应很敏锐 谁敢妄动 直接让他暴体而亡 为首的那须迷圣殿老者 盯着秦浩轩等人悠悠地说道 冰冷的声音 冰冷的目光 浑然没有将前面的人当成活物 而是视为禽兽一般 秦浩轩的心在这一刻跌落谷底 怎么会如此呢 自己一身手段 却是落得这般下场 跟我们来 不来的人 统统要死 徐弥圣殿里的人 力声说道 一马当先在前方领路 秦浩轩自负出道以来 也算是经历过生死搏杀 却从未有过像现在这一般的绝境 之前在子母和尚所向无敌 可是转眼间就成为阶下囚 不好 秦浩轩突然发现 大家行进的方向居然是 奔着刚才自己 刻意要绕开的神秘沙阵走去 宗汉在一行人群里 脸色同样难看 故意拖慢了脚步 到了秦浩轩附近 连连向秦浩轩使眼色 秦浩轩感受到宗汉的眼神询问 却也只能是脸色很臭的连连摇头 对方有心算无心 而且双方的力量对比差太多了 如今又受制于人 自己又能如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秘林幽深 透过层层叠叠的秘林 秦浩轩的神识如电 赫然看到了十里外 那冲天的血色震气 杀气腾腾 里面有影影绰绰 仿佛是恶鬼般的血色影子浮沉 诡异无比 又走了半炷香的时间 那一股股森然的血腥气息 如海如玉压破了下来 令人胸膛仿佛是压了一座大山喘不过气 那血色大阵赫然就在前面的一处山谷里 只见一股股的血光 如山月般冲天密密麻麻 无数血色符文在其中沉浮 将前面的山谷去路堵住 血色大阵十分的诡异 阵法溢散出的红光当中 有一些尸骸浮沉 里面隐约的有凄厉的惨骄 仿佛是恶鬼 令人心机 金旭殿和奔雷居等弟子才看到这 在血色沙阵的不远处 还有五六十老少男女 穿着各色门派的衣物 一个个脖颈处都挂着服圈 显然这些人也是被虚迷圣殿的人抓来的 驱赶到这里 一个个面色愁苦 脸上畏惧之色很是浓烈 在旁边还有几十个虚迷圣殿的人在监视 秦浩轩一眼看去 这群人里面赫然有十来名仙术精修仙者 这般多的仙术精 秦浩轩暗叹 刚刚若是动手 怕也难以逃脱 那不是浮风教的落教神吗 浮风派可是万载大教 这人也是万载大教的第一天才 居然也被抓来了 青山门的人也在其中 昆虚派 黎黄派 金旭殿的一些弟子纷纷在被抓来的各派弟子里认出了许多万载大教的人 心头越发的震惊 这就是虚迷圣殿的底蕴和实力 青山门 昆虚派 黎黄派都是三万载 五万载大教 虚迷圣殿未免太胆大包天了 简直不将其他大教的人当人呢 将众万载大教的精英天才都如猪狗般抓来 别打击他的心思 继续闯阵 虚迷圣殿当中一个花福老者沉生的命令 那些被抓来的众人一个个脸色恍然 谁也不愿意第一个闯阵 虚迷圣殿的大人们 以大人们的通天职能 恐怕也不敢闯着凶阵 让我们闯有什么用啊 有昆虚派弟子壮着胆子舔着脸 说道 恐怕我闯也闯不过去 他话音一露 陡然间就感觉 虚迷圣殿里有几道阴冷的目光投了过来 虚迷圣殿的大人 我是黎黄派弟子 我们黎黄派跟你们虚迷圣殿 可是有着一些交好 我们长教跟你们的拓跋长老 也是一节金兰 你这么做 岂不是伤了我们两教的和气 其中黎黄派的老者 脸上努力挤出笑容 凑近了虚迷圣殿的人 低声下气道 他话音刚落 突然间冲天的剑气闪耀出来 一把飞剑刷的一下出现 直接在那 黎黄派的老者脖颈上一绕 森寒见光中 老者目光惊恶 头颅已飞 枪雪里鲜血暴涌 不想闯阵的就是废物 既然是废物没有必要留下 虚迷圣殿的人群里 有人冷冷地说道 将手中的飞剑缓缓地收起 浓烈的血腥味道弥漫当场 那头颅在虚空中扬起 一直落入了浓厚的密林深处 也没有黎黄派的弟子敢吭声 冷酷 黎黄派可是万载大轿当中 有数的大派 还是跟虚迷圣殿 有着不少的交情 这样的人 虚迷圣殿说杀就杀 血腥手段震慑众人 秦浩轩在人群里 微微皱眉 这就是所谓的万载大轿 生杀欲夺 视众生为出狗 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 太初轿那帮兄弟和自然堂 那帮弟子们 如果是这等事情 降临到太初轿的头上 面对无上大轿的欺凌 他又当如何 强大的紧迫感 令秦浩轩握紧了拳头 长轿或许是 看多了这般事情 才会更愿意将资源 加到有色仙种身上 他仅仅只是想让太初轿 强大到足够自保罢了 一帮万载大轿中的弟子 心思各异 其中几个弟子眼睛 滴溜溜乱转 暗次观察着 须迷圣殿众人的举动 突然间 就在须迷圣殿众人的目光 离开那些万载大轿弟子的瞬间 其中一个万载大轿弟子 丢出一道奇异的灵符 双足陡然间 符纹闪烁 长出了一对足足 三丈多长的羽衣 冲天而起 向九霄云外飞一顿而去 还有个弟子丢出一道福禄 一举尸体从天而降 正是刚才逃亡的那弟子 双足被斩 摔得是面目全非 须迷圣殿里又有人影一闪 闪电飞出 落到了百丈远的地面 以紧灵法轰向地下深处 整个大地跟水波一样 剧烈颤抖了一下 一股血流如瀑布般的击射出来 同时击射出来的 还有许多的碎肉碎骨 那轰击地面的须迷圣殿弟子 抬头冲万载大轿的人群 低沉的一笑 露出雪白的森然白芽 面目有一丝猙獰 刚才还有心思 想逃跑的那些万载大轿中的人 不禁缩了缩脖子 吓得小心肝乱颤 一些念头顿时熄灭 那些被抓来的 各大万载大轿的阵营里 一片死寂 不过大家同时知道了一件事 逃亡的话必死无疑 怎么 还没有人想进去吗 那我只能用手中的剑 让你们进去了 徐弥圣殿里一个胖乎乎的中年胖子 手中飞剑在万载大轿众人头顶上盘旋 散发出森然的寒气 我 我进去 过了一会儿 终于有黎皇派的精英弟子忍受不住这死亡的威胁 撞着胆子 产生道 反正逃也逃不掉 如果能够闯入这沙阵里面或许还有一线生路 你小子还算实相 须弥垫的众人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 那中年胖子也是将手中的飞剑收回 静止走到 那站出来要闯沙阵的万载大轿弟子面前 等我来 一只江的弟子引到了沙阵面前才停住了脚步 那沙阵凶险的煞气居然有种无比骨灼的感觉 仿佛天地初开就屹立在那里一样 幽深奥秘 像是远古的凶兽折服 一鼓鼓的血光冲天而起 就像是一堵堵血色的山岳 将大阵里的一切都遮蔽看不分明 秦浩轩站在人群里 瞳孔里金芒连连闪烁 想要将那胸阵看透 结果神石仿佛是泥牛入海 完全被那股胸阵给吞没 没有探测到任何东西 他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这阵法果然诡异 只是神石真的是无法探测出吗 秦浩轩心又不甘 神石再次暴闪 虚空中 趁那胸阵其中一处闪烁的当头 轰了进去 嗯 这一次他神石再次被凶阵吞噬 但是与此同时 他感到体内的仙业之上 那淳阳仙王的残留气息凝炼的小人 有了一丝动静 什么意思 秦浩轩对淳阳仙王留下的小人气息 很是不解 虚迷圣殿的中年胖子 已经将万载大教弟子 引入了血阵当中 当那弟子身影被血阵淹没 其中一个虚迷圣殿的老者就拿出一方古镜 古镜闪烁魅力如水波一样荡漾 顿时隐隐绰绰地显露出了刚刚 没入阵法里的万载大教弟子的身影 哼 凶阵当中 灵力狂潮汹涌 各种奇异的咆哮声如鬼哭狼嚎一般 万载大教弟子一进入其中 身体都被疯狂的灵力推动着 举步维艰 几乎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庞大的灵力 他一口气打出几张福禄 同样祭出奇异的狂风 周身涌动 才将那凶阵里的煞风抵挡住 昆水葵木 一个个符文在闪烁 荡漾阵阵密立 那弟子心惊胆战 竭力躲避着那些看起来凶险无比的阵法线 在阵法外面 这万载大教弟子没走一步 只要是安全的 都会被那些虚迷圣殿的人牢牢记在心里 突然之间 那弟子向左边一个符文走去 嗡 凶阵当中顿时一道如山的阵法剑 蹦射出了奇异的符文 幻化成了刀剑 如狂风咒语般向万载大教的弟子轰去 那弟子心头大惊 猝不及防之下匆忙抵抗 一口气祭出数道符路在虚空中形成了一方方的木盾 沉闷的声响如梨花暴雨不绝于耳 最后一面木盾被那刀剑轰碎 那梨皇派弟子也是堪堪挡住了所有攻击 不由得暗自道歇了一口凉气 刚刚心头石头落地 左脚向前面迈进 凶阵空间里突然是窜出了一根根粗乳蟒蛇的藤蔓 刷刷刷 将他全身缠绕狠狠地撕扯 瞬息间那弟子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 直接在外面外界古镜的显化影像之中 爆裂成了无数碎肉 哼 魁魏是兄弟 不能走 在外面观看的一根须弥圣殿弟子暗自点头 将他阵法的死地牢牢地记在心里 阵法外面那些各大派的人却是毛骨悚然 要知道那弟子进去 上不到五十系的时间就这么死了 可见的阵法是何其的凶杀 不管各大派 众人心里是如何畏惧 虚弥圣殿哪里会管他们的死活 这堕仙岛上的兄弟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什么人所留下 太过于悬傲 他们来的人根本就无人能够破解 现在只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人命来堆出一条安全的路径 用一个个的人去实验出 哪里是兄弟 哪里是生畏 你进去 虚弥圣殿的那中年胖子手中的飞剑闪烁着寒芒 对准另外一个被抓来的 狸黄派精英弟子 那狸黄派精英弟子顿时如丧考彼 心里面虽然害怕 但是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不得不硬着头皮 向那兄弟里闯去 这一次 这黄派精英弟子留了个心眼 一口气 就召唤出了数只福寿 左右守护 一部分福寿 死方探路 他这一招用出来 果然比先前那丧命的万载大教弟子 多进行了一段路程 可是不一会儿 凶阵里连连的闪烁着浮光 蹦射秘利 几只福寿 接二连三的被斩 最后那弟子心惊胆战之中 也是跟着一道冲起的石墙 硬生生的碾为一堆血肉模糊的 碎肉 面对那黎派弟子的死亡 须弥圣殿的人眼皮 眨都不眨一下 接二连三的硬逼着一个个大派弟子 冲入阵法当中继续闯阵 这些大派弟子里 有的弟子精通补挂 龟甲挂束 侥幸能够走得远一点 但是也进行不了多久 就会被这鬼秘的凶阵给灭杀 一个个精英大派弟子 接二连三的都陨落在了凶阵当中 这些人大多数都跟那些上存的 万载大教精英弟子是师兄弟 或者是好友 许多大派精英弟子 看着一个个好友或者是师兄弟 就这样毫无价值的死去 一个个对于威逼他们的 虚弥圣殿众人越发的愤恨 眼睛都要喷出火来 虚弥圣殿的人也很无奈 刚才送进去闯阵的那几个人 走进凶阵的路途 尚不及阵法的十分之一 如果照这样下去 就算那些被抓来的人都死光了 或许都闯不完这个凶阵 虚弥圣殿里的人商量一番 那中年胖子这才站出来 他目光在众人脸上群寻 随后素儿将目光凝聚在了 秦浩轩的脸上 你进去 秦浩轩骂人的心都有了 刚刚那批进入到其中的大派精英弟子 都是按照先后的顺序 循序的点 自己明明排在众人很后面 怎么会轮到他呢 愣着干什么 区区仙妙境四十六页 实力最为低位 当然是派你进去了 那中年胖子显然心情很恶劣 冲秦浩轩冷声道 刚才虚弥圣殿的众人商量半天 就商量出一个结论 这帮大派弟子要误尽其用 先派一些实力低位的弟子 去做炮灰 后面派一些实力强劲的 而秦浩轩虽然是站在人群的最后 但他是仙妙境四十六页 几乎是众人当中 修为境界最初的一个 当然一下就被看上了 前行几乎必死 不前行也是必死 无力 秦浩轩深吸了一口气 往日在太初教 事情发生争执 也是知道力量的重要性 可是这次 此地比太初教凶险了无数倍 力量 自己力量太弱了 若早知道今日 他日在太初 应该更努力修行 你是要反抗吗 浩轩把头轻轻摇了摇 自从再次回到此处 仙妍上的仙王虚影便是蠢蠢欲动 始终散发着一股特殊的牵引力量 那是想要进入这绝阵之中的力量 我去便是 秦浩轩放显一句话 开始迈步朝着前方走去 当日在纯阳仙王绝阵中的危机感 这一次又回到了体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